喂 大家好 OK 我們這次的影片是要補一小小段這個particle inbox的東西 那這個particle inbox這一小段老師要跟各位說 其實這個particle inbox這個東西呢 它也會滿足這個uncertainty這個principle OK 它也會滿足這個測不準原理 OK 那這個呢 我們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來算一下 它是不是真 它為什麼 欸 它就真的是滿足測不準原理 OK 那這個particle inbox呢 它這個呢 它這個波函數呢 這個particle inbox在無限深的微能景 OK 那我應該是說這無窮深微能景 OK 無窮深微能景呢 它的這個波函數呢 我們之前的影片呢 早就已經介紹過了 以下約都算出來 是根號a分之2 然後sin a分之nπx 那這個a呢 是這個box的長度 OK 然後n等於12345 這樣一直下去喔 那我們來證明一下 這個particle inbox這個東西呢 它也是滿足測不準原理的 那測不準原理就是這個位置的不準度呢 乘上這個動量的不準度呢 會大於等於2分之h bar啦 OK 那h bar是 稍微寫一下好了 h bar是 可能到現在還是不熟的 h bar是h除以2π啦 ok h除以2π通常我們都記住h bar OK 好 那因為這呢 我們這邊只是只有一圍空間的運動而已啦 所以就是只有p 就是這個動量只有x方向而已啦 OK 那位置也只有x方向而已 那這個位置的不準度呢 跟這個動量的不準度呢 其實這個就跟統計是有關係的 OK 這位置不準度的平方呢 就是這個位置 就是這個位置的平方的平均值 減掉位置平均值的平方 OK 那這動量不準度的平方 就是這個動量平方的平均值呢 減掉動量平均值的平方 這個是統計學裡面告訴我們的 OK 這個是屬於statistics 這統計的statistics告訴我們 statistics 那各位可以去翻譯一下任何一個基基礎的統計 統計原理的任何一個教科書 或是說上網去google一下 這個不準度其實就是 定義就是這樣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證明這個particle inbox 有沒有滿足測不準原理的話呢 其實呢我們就是去算一下 這個位置的不準度是多少 然後動量不準 動量的不準度是多少 然後呢想要乘起來 看有沒有比2分之H8還要大 OK 好 那這個我們首先來算一個 這個動量不準度啦 那動量不準度呢 是平方的平均 減到平均的平方 OK 那這東西呢 就會牽扯到我們之前 這個量子力學的這個 7個基礎的這個假設 其中這一個 就是說呢 這個物理量的平均值怎麼算呢 就是把兩個波函數 把這個物理量呢 然後用兩個波函數 把這個物理量夾起來做積分 OK 各位不知道還記不記得呢 這個我們是0到A 然後呢 更號A分之2 然後sin A分之Nπx 然後乘X平方 乘更號A分之2 然後sin A分之Nπx 然後dx OK 這個之前量子力學的某一個假設 我跟各位提到啦 這個某你要計算某一個物理量平均值呢 就是把這個物理量的這個運算值呢 然後用兩個這波函數呢 把它夾起來 OK 那這波函數呢 這是我們已經得到了 然後跟X平方做這個 夾起來一起做積分 OK 那這個做積分呢 看起來是比較難的 這個積分呢 我也不是要說要各位去記的 我只是為各位示範一下 這怎麼算而已 所以呢 各位只要知道 它這個式子大概是怎麼列的就可以了 然後剩下的部分呢 我幫各位算出來了 OK 現在叫各位算這個呢 可能各位這個性質呢 可能也沒有那麼高了啦 OK 那所以呢 這邊呢我們會得到這個X平方乘上sin平方 A分之Nπx這個積分 那這個積分呢 其實呢 會等於 嗯 這個其實這個積分呢 這個積分是不好做的 所以其實你可以各位去可以去查一查一些積分表啦 這X平方乘上sin平方這個A分之Nπx 這個積分其實非常的不好做啦 OK 我們 我們 我們上面把它稍微拉一下那個位置 OK 這個東西呢 其實呢 你可以去查一下這個東西怎麼積分呢 X平方 sin平方 α xd x OK 然後0到A做積分 我先把A分之Nπ叫做α啦 OK 那這個積分呢 你去查積分表的話 你會發現 哎呀 這個東西會很長 一大坨 這個其實會等於6分之X三次方 啊 對不起啊 我要稍微看一下小超 OK 因為這個積分真的不好記 但是這個呢 在積分表裡面呢 應該都可以查得到啦 那個你上網Google 這個 X平方跟sin平方X的積分呢 我想 我相信呢 會有很多的公式呢 會跑出來啦 OK 好 那我這邊呢 就先把結論先寫出來啦 OK 因為這個積分呢 我也說過 我不是要各位去記這個積分怎麼算喔 OK 好 那這邊呢 你就要帶上下線啦 0到A OK OK 你看這個積分基本是這麼大一坨 這麼多項喔 OK 那這個東西呢 我們稍微把它劃減一下 我們把這端點值帶進去的話呢 你會得到 A六分之A三方 1八方 -4 A四方 a -4 -8 这个端点 然后呢扣掉0那个端点哦 OK 0那个端点 哎呀这我只能再继续稍微往下写啦 扣掉0那个端点哦 那会变成6分之0三方 减掉4α0的平方 减8α三方1sin0 减4α平方0乘口sin0 所以你会发觉的这个 这个呢是0啦 0 然后sin0 0 然后0乘上cos0 cos0是1啦 那0乘上1呢是0 所以最后这一项呢也是0 所以最后呢 你最后只会得到这一项而已 就是只有前面这一项 A端点这个 这个可以留下来而已啦 OK所以呢 哎呀这个我就不写等于啦 OK好 然后呢最后呢 我要把这个 这个α 哎呀抱歉 对对对 我把这个α呢给带进去哦 这α呢是a分之nπ OK α是a分之nπ OK好的 α是a分之nπ 然后再减掉 然后再减掉 8然后a分之nπ 3次方 刮斧 然后sin呢 a分之nπ的话 会变成2α 会变成2a分之nπ a 减4倍的a分之nπ 平方 x乘上cos a分之nπ 乘上a 啊OK 好的 所以最后呢这个呢这个答案呢其实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哦 其实没有啊这其实这个答案很简单啊 这边这边 sin这边是sin的2nπ 那就是其实就是sin360度啊 sin360度 sin720度 其实那就是sin的0度啊 所以这一项就是0啊 所以这这这一整个这一整个大项就是0啊 这一整个大项就是0啊 那cos这边约掉a分之nπ 这个就是cos的180度是不是 180度 然后360度 哎这个我没有写错啊 cos 我是少写一个2啊 哎呀 对我 开始少写一个2 保洁了 这边也是2r8x 我想说这答案怎么会怎么好像乖乖的 所以这边有一个2nπ 你记得咱们没有啊 12国勒 这边是2nπ OK那cos的2nπ就是cos360 cos720 其实就是1的意思啦 这个值其实就是1 OK 所以呢 最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了这个最后这个值 x平方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会等于6分之a三方 然后呢剪掉 这个是x 啊 抱歉 这个x是a哦 既然没有带进去 真是抱歉 哎呀 x这是a a x x 所以这个也是 a x a x 所以呢 所以会变成 这个我看一下 我会变成4n平方π平方 然后a a三方 OK OK 好 OK 好 那所以呢 x平方的平均值 会等于 会等于 a分之2乘上6分之a三方 减掉 减掉 a三方 4n平方π平方 OK 所以呢 会等于 3分之a平方 减掉 a平方 2n平方π平方 OK 所以就是x平方的平均值啦 OK 那这边呢 只是算到一半而已 因为我们还有一个平均值的平方 OK 因为呢我们前面有说过 这个不准度的平方是平方的平均值减平均值的平方 所以呢我们下一车影片 不是下一车影片 我们第二段还有一个平均值的要算 OK 那这个平均值怎么算呢 这个一样 这是这个upperator呢 用这个两个波函数把它夹起来做积分 哎 抱歉 所以呢 就是吃的东西都会减加是逼远 好 那 那 sine a分之mπx 然后x 然后更方a分之2 麦威依然用一定没有完全变 一来勒 OK dx 然后这边呢 我们把它修剪一下 这边是会变成a分之2 然后0a 然后x乘上sine 平方a分之mπx OK 那这边呢 我一样会遇到一个很棘手的积分 OK 那这边很棘手的积分呢 跟上一个做x平方平均值的做法一样 我先把这个式子列出来 这个东西呢 A 这个0到a之间 然后x乘上sine平方αx的积分是多少呢 我把a分之mπ先把它用α表示 OK 那这个东西呢 我也是一样就直接先把它写出来啦 OK 那这个东西比较稍微比较简单一点啦 OK 跟上一个x平方比起来 4αxsine2αx 扣掉 8α平方cos2αx 然后呢 然后呢 一样是0到a带端点值 OK 好 那我们现在来带一下端点值吧 那这带端点值呢 这会变成呢 会变成4分之a平方 2αxsine2αxsine2αxsine2αa 扣掉8α平方cos2α 然後呢 那另外一個端點值呢 這個就是0然後減掉4α 然後0乘上sin0 減8α²cos0 啊OK 好這邊要小心了 在這邊會變成4分之a平方 減掉4ααsin2αα 扣掉8α平方cos2αα 然後呢 這邊第一項這是0喔 這項也是0喔 可是最後一項這不是0喔 cos0的話是1喔 所以那這邊是負號 前面有一個負號 所以呢會變成是8加上8α平方分之a OK好 那這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呢我把α等於a分之nπ把它帶進去 看會發生什麼事呢 是a平方 減掉4α等於a分之nπ a乘上sin2a分之2nπ 然後減掉8a平方n平方π平方cos2a分之nπ 加上8α平方分之1 OK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呢一樣 這邊這個跟sin有關 這邊這個sin2nπ就是sin360度 sin720度 這個東西就是0啦 所以這一項其實就是0啦 那這邊呢cos2nπ就是cos360度 cos720度 那這一項其實就是 這一項其實這個分子其實就是1啦 OK OK 所以呢 最後呢我們再整理一下 OK 這個東西再做夠多 所以呢等於4分之a平方 減掉 8n平方π平方a平方 然後呢 然後呢加上8 8 8 抱歉 這顆α是要把那個帶進去 A分之nπ 8a平方n平方π平方 所以是8a 還有a平方n平方π平方 哎呀你會發現這兩項呢剛好可以消掉 所以就等於4分之a平方 OK好那最後呢x的平均值是多少呢 嗯 這邊呢 這個x平均值我寫在這上面好 回到上面好了 我們剛剛有看到x平均值是a分之2乘上這個積分 那這個積分值是多少 我算出來了是4分之a平方 所以呢 這個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a分之2乘上4分之a平方 會等於2分之a 哇哦這個我們終於花了好大的時間呢 好長的一段時間呢 我們終於把那平方的平均值呢 跟這個平均值x的平方的 x平方的平均值呢 跟x平均值呢 從一把他算出來的 x平方的平均值是這一個啦 把他稍微註解一下 這個是x平方的平均值剛剛算出來 啊這邊呢這個是x的平均值 ok 好這個關於x不準度呢 這兩個重要的項目終於算出來了 ok ok這個 那這個算這個不準度呢 這個只有x的 位置的不準度比較難算了 那在下一則影片 那個動量的不準度就不會這麼難算了 ok那動量的不準度我們下一則影片呢 再算 ok因為這則影片已經太長了 ok那這段影片先暫時到這邊 下一則影片是動量的不準度啊 那我跟各位保證不會再這麼長了 這個是特別難算了 ok好 好 那我們下一則影片就繼續啊 這則影片先暫時到這邊 嗯 下則影片繼續 ok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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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